疗愈系美声牧师爆红 2020美国好声音歌唱节目夺冠 现年42岁的牧师托德·蒂尔曼 日前赢得NBC电视台播出的2020年第18届美国好声音歌唱选秀节目冠军 成为节目开播以来最年长的冠军 奖金共10万美元 蒂尔曼牧师自2011年起 担任密西西比州基石教会的主任牧师 父亲也曾在此牧会 蒂尔曼牧师从8岁起就时常在教会里唱歌 但从没有到外面的场合唱过 在妻子的鼓励下才参加美国好声音 蒂尔曼牧师与比赛盲选阶段 四位评审老师必须先背对歌者 但很快全数按钮转身认可 后续蒂尔曼牧师演唱的歌曲 歌词大多正面积极 他希望能先传达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关怀 剩余直接谈信仰 唯一直接讲述信仰的歌曲 是决赛时演唱的基督教乐团 Mercy Me的I Can Only Imagine 是前节目的评审之一 蒂尔曼牧师的导师谢尔顿建议他 能现唱一首回归他根源的歌曲 由于比赛期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多次必须透过线上演唱 于是这首I Can Only Imagine 他便选择在自己教会讲台上录制 隔天他与家人站在同一个地点获知冠军 他表示非常出乎意料 也非常感谢 蒂尔曼牧师和师母从高中相恋 如今育有八个小孩 其中几位是养子 家人们也曾一起在比赛中入境 原本就很亲密的一家十口人 经过这段过程也变得更紧密 如今蒂尔曼牧师依旧回到牧会现场 也陆续与知名音乐人合作 未来一步排斥进入职业音乐圈 我们祝福他继续为主所使用 福杯满意